桃園的平鎮区在台铁临时站的设置 以及捷运局限的加持之下 已经成为了许多首购族的选择地标 再加上生活机能重中之重的中风商圈 更是让许多的首购族瞄准的地段之一 宜雄封江就是在这样子的利多条件之下 成为在地询问热度最高的简案 丰江这次的话我们直接是紧临在中风路南市一段的 一个主要干线上面的一个清建案 交通动线的话我们是仰造66的东西向快速道路 它一路从大西到观音 那衔接北二高跟中山高都非常的方便 生活机能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紧临的是大轮发 加乐福还有早逝黄昏 这些东西都是骑摩托车 三到五分钟之间都可以到的地方 学区的话我们主要严到的是平南国中 南市国小都是明星的学区 那我们门口还有公车站牌 小孩子以后转车到读高中都是非常方便的 地段决定价格建筑内容则决定价值 宜雄封江的公社与房型规划更是一大亮点 我们在公社上规划得非常用心 包括一开始进出口的一个回车廊道设计 让你不用在路边上下车 然后到大厅的进驻 我们有多功能的厨艺教室和儿童游戏室 包括我们的一束廊道啦 无边际水池 还有我们的蒸汽烤箱SPA池 Dino还有规划我们的国领区 这次董事长还有规划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的空中菜园 强调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农精神 那这次我们主要我们的主力房型 从二到四房 从二十八到五十三坪 因为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首购客群 跟我们的一个换屋的一个小夫妻之群 相对淡黄区清明许多的价格与重大建设加持 相当受到首购客的青睐 凭证这个区块在桃园这个增值幅度的空间 我记得是第四名 相对的比较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淡黄的地方 可能中路啦 青浦这些地方 它是才是属于比较平易近人的一个房价 那桃园整个自从升了直辖室之后 它的房价就是不断的起飞 包括平镇啦 浦星啦 甚至大园观音这些地方 所以以后桃园还是一个增值幅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啦 整个大桃园 在人人的梦想有自己一间起给楚 同时又拥有生活机能 交通便利 未来增值幅度 并且相对好入手的物件并不多 要好好把握时机 成价悲难事